美国加州近日遭遇罕见的热让侵袭 高温跟闪电在上个周末引发了至少400处的山林大火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由于加州近日炎热高温 这些由闪电引发的大火 在干燥的天气下猛烈延烧 6月21号在著名的葡萄酒香纳帕郡 大火威胁到100多栋房屋建筑 并且逼近距离首府沙家缅渡西南方的一处灌木绿地 有关当局已经下令当地数百名军民撤离 在旧金山南部 一起大火在烧毁600多英亩的林地之后 逼近一条公路 幸好被及时扑灭 在沿海地区 与蒙特利尔军的教室国家森林 也惨遭大火蹂躏 大片林地复之一具 据加州消防局统计 从今年5月中旬以来 北加州至少已经有175栋建筑物 惨遭山林大火的吞噬 幸行的是 在这些火灾中都没有人员伤亡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